好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昨天的话题 为您梳理房产税的改革 近段时间以来 一边是房书房解不断的曝光 另一边是春节后房价再次出现迅速上涨的行情 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了各种社会矛盾聚集的焦点了 而隐藏在高房价背后的 更是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由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上月出台 文件特别指出要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等环节的税收制度 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 同时强调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 分析人士认为房产税对于间接调节房地产价格 促进收入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将起到重要作用 其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增加囤积房源的投机成本 抑制投机者的炒房行为上 房产税就是你要有财产的人交税 没财产的人不交税 对购房者而言 也就是说他就持有就有成本了 像过去大家持有没有成本 所以大家买完房就放在那 憋着的比如是增值或者控制 那一旦持有有成本 那他呢这个持有房子他就要心疼了 那么他呢要不他这个就把这些 过去的存量房就会逼出来 或者呢他他就就不敢乱买了 那么再也有呢这个等于说呢 这些使这个现在盖的所有的房子 就会在市场上进行流通 那这样呢无形之中就是加大了有效的供给 部分专家表示建立房产税制度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 改变当前扭曲的土地出让制度 以房产税取代土地出让金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 国务院1990年颁布的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暂行条例 该条例规定 土地出让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 让于土地使用者 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政府高度寡头垄断 行政寡头垄断 就是只有我这一家卖地 卖地呢 那么而且它这个卖地的方式 采取了一个招牌挂竞价的办法 就是我一个人卖地 千家来竞价 这个制度呢就把这个 这个地价越推越高 据全国工商联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房地产项目开发中 土地成本占房地产开发直接成本的比例最高 达58.2% 这比例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巨额的土地出让金 不仅成了房价上涨的最大推手 也在客观上扭曲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 使得贫富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土地出让金啊 它是收钱呢 是向这个要买房子 没有房子 要买房子的人收钱 因为我们大概房子 出让金和税加起来 要占到70% 就房价了 而且出让金它是什么呢 就是从农民手里啊 很低的这个收入 很低的这个价格就争来了 对 完了高价呢 卖给这个需要房子的人 实际上这边剥夺农民 那边剥夺这个城市的居民 废除出让金 这个改成房产税 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房地产价格 这个抑制投机 防止两极分化的 最一个主线的一个改革 看来房产税 虽然只是一个地方税种 却牵一发而动全身 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我们有必要从全局出发 在制度的完善中 理顺各方的关系 而不能仅仅纠结于房价本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